多近被土石淹没的小屋 搜救犬很快就找到里面还有受困的生还者 市议员黄文志和陈志忠 日前体验了搜救犬训练成果后 认为搜救犬的救灾功能很重要 但每年编列经费不到50万元 他认为可以加强搜救犬的教育宣导功能 太鲁阁的这个事件 我们都有第一时间就已经准备好 那因为消防署那边 他是先从北部县市先去支援 所以我们没有到县地区支援 那这边也是建议局长 是不是可以请市长 有时间有机会可以到南籍地区的 这个搜救犬的训练中心 去慰问一下这些训养员 那还有看看这些搜救犬 我想也是对我们消防局的一个 正面的一个激励的作用 另外岗山掩埋场日前发生大火 但环保局在第一时间对外宣布 空品状况却是正常 和民众的观感差很大 虽然大火延烧后 空品才呈现异常状况 黄议员建议环保局要及时更正讯息内容 让民众对市府的监控有信心 那时候我们的空品监测站的部分是还没有高值 包括SoxNox还有PM的部分 但是到11、2点的时候监测站的数据就是在PM的部分 是还有代氧化物这些都有提高起来 那可能环保局当下是忙着处理整个状况 所以来不及做这个资料的更新 在这个环保局的官网上 那所以这个部分也是请环保局之后要再加强 至于电动机车辅助的部分 经费和名额也是有限 黄议员希望环保局再研议 从空物基金再增加经费 以加速电动机车的普及率 记者邱建勋 赖长邦 高雄报道